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赶紧吃点这个吧 第二种吃法是什么奶� Yeung 葱花还在撕这个有味道吗 那你撒至我的味道 这味道有点脏 这个山葵泥不能搞太多 它还是有点臭的 山葵泥以后会带一点 有点像芥末一样 臭臭的那种味道 第三种吃吧 这种汤泡饭吃 我真是第一次这么吃 熟悉我人都知道 我吃的我已经喜欢干干巴巴的 不就喜欢带汤汤水水的 这个吃法我一开始是抗拒的 深姜丝还是萝卜丝 我也超讨厌深姜 深姜丝 那我觉得还不是很冲 因为我不吃深姜 我旁边有两个服务小哥 好像在抗有点修夕 主要是它鰂鱼刚做出来以后 会比较脆一点 一上来就吃味道会比较好 完了 完了 掉地上 你们什么都没看见 就是鱿鱼丝啊 对 它那个 麦鱼烤的是甜的 对 你可以三种小料都拌在里面吃 人家给你小碗吃 你直接上大号是吧 感觉像是蛋黄酱 它就是锦柠檬和这个酱会 不容易特别腥 你让我吃 我觉得应该是零饭 对 那不是四吃 对 就是四吃啊 突然想起来温泉蛋可以拌饭 结果拿来的时候 饭已经被我爸吃剩了一个底子了 随便扒拉几口吧 哇 好醋 用鱼蛋和它拌在一起后 它就会不得越滑 它就吃了 麦鱼酱 麦鱼酱 麦鱼酱然后里面塞的是麦鱼肉 不想吃饭了 可是我是觉得稍微有点腻 有点腻 喝的是我看好多这条店都有的红豆年糕汤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我觉得这个倒是蛮不错的 你吃吧 你吃吧 粘锅感觉像是用烤架烤锅 然后皮子是脆的 其实刚刚卖鱼子的时候 我觉得它腻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点点心 你知道我是一点点心都不能忍受的那种 而且它酱油是甜的 度过一家面包店 正好来打卡一下 有面包店必打卡的小盒 这次是完全没有做工具 看到哪个好看就盯哪个 我现在姿势比较尴尬 我现在姿势比较尴尬 我们也想找了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 哇 整个翻倒要命 救命啊 可怜我的增果巧克力泡芙 我是被它的造型吸引了 做的是细细的一条 感觉像是闪电泡芙 表面淋的是增果巧克力酱 原来加了一层那个 加鲜 就是甜甜的像奶油一样 这个褐色酱甜在我手上 我比较偏甜 然后上面放的是 这个是完整的 感天动力 口味有点奇怪 我对它期望还挺大 这叫啥 黑糖骑士泡芙 标猪说加了黑糖奶豆 豆乳卡士达 让我做蛮好看 但没尝试它黑糖味啊 对我妈吧 还试到啥来着 哇 红豆 红豆什么玩意 它名字好像还蛮奇特的 等着我去查一下 较久种红豆 这红豆是磨的 所以就很香 但红豆现在有点甜 总体来说还蛮不错的 软软弄糯的 有颗粒感 这是肉贵吗 叫奶酪什么 贝果 叫奶酪贝果 看到了奶酪了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吃贝果的 我不想吃 那种看起来就没啥味的东西 刚才中间加了个奶酪 怎么好吃 然后闻起来有一个 植物和药草的味道 是加什么呢 我去查一下吧 奶酪部分和面包切 都是揉在一起 所以不会觉得 这个难吃 我觉得会很干掉 贝果做的很有韧景 感觉非常适合配一杯美式咖啡早上吃 那一块来下去会比较绵密一点 就好像是什么双拼 是叫芋头双鲜 我真的谢谢你的 下次看到小票以后 直接报名称好吧 我都要烦死了 贝尼 那个汤油层 像带黄一样的 然后是芋泥的部分 它皮是薄薄的 这也比较爽 其实当时我来上海是有正事的 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去探索上海一些很有名的老字号啊 是不是 我也觉得非常遗憾 我们吃这个炸鸡完全是为了填饱肚子 要不然也不会来上海吃炸鸡啊 但这个炸鸡的味道还算是蛮可以的 我还是觉得我学校这个外卖的炸鸡最好吃 至于那个部队锅 我爸是完全接受不了 因为他觉得就是在花钱吃泡面 这个小鱼饼子串串上来的 我个人觉得他们家分量有一点小 但是他们家服务质量还蛮好的 就是泰鲁啥都挺好的 这水够平了 路过开死令不准脸不是也 灵光真的好尴尬 强了又过爆了 太暗了又看不清楚 要马上我还是要出去玩的吗 天呐 以前都是带给我花我吃一份韵费 雀巢咖啡味的 粒子蛋糕 这个特别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真的这个咖啡味很香 这个奶油非常的绵软 里面的粒子还是有颗粒感的 好了屏幕里那个女人我现在对你已经完全失望了我发现你后面啥名称都没介绍啊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 只知道吃 看来好多都是什么白拖 所以我不知道白拖是啥 你还知道点啥 但我知道什么是好吃 什么是不好吃 这个叫白拖卷铜酒 外面的壳子就是特别酥 里面是有点像膏状的白拖奶油 外面什么鸡子跟一般的那种海螺卷还不一样 它更油酥一点 别看它那样 它其实不咋甜 这个是一个小蛋糕 又是什么白拖蛋糕 这个是巧克力味道的 这个有一点点一般 比较甜腻 我觉得还是这个栗子最好吃 果然就是他们家招牌 那甜度有点高 其实我并没有很饿 但我非常的开心 现在都很开心 我准备吃点东西 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但是呢我出来玩 我就是要玩得快乐 开斯林了还没有吃掉 这个叫爆浆奶茶味面包 嗯 可怕爱事 那为什么不扎起来呢 因为我觉得 我跟测分比较好看 它说是牛腥的 目前为止没看出来有这种钳质 你们这到底是咖啡还是巧克力呢 都不是吃奶茶 看一块马蜀 交给我后期的去查一下 我谢谢你 后期活的工作量挺大 这里要对它表示一下抱歉 每一次都扔给后期 它得识别我这个不太好识别的口音 每次不知道咋识别的 是我之前没有识别录音的时候 宝贝说可以直接识别录音 有一些软件 软穿文字 好嘛我就去尝试了 结果一开始有十句话 七句都是有错别词 说为什么 我说的太不标准了有可能 这也是一个白拖什么 白拖柠檬塔 后期再去查一下白拖到底是什么拖 我查了一下他们说 白拖就是黄油吗 说是用牛奶提炼出的黄油做的 我就知道这个会好吃 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会好吃 柠檬的味道香香的 还夹着葡萄干 然后整体又是酥酥的 椰香红罐面包 椰香加蜂蜜和糖浆的甜甜的 这个是我爸的注意爱 这段时间好几个人 然后评论说感觉我的状态不一样了 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的 视频风格发生的变化还是怎么的 因为那段时间我搞一些什么自制系列 还有唠嗑系列是不是不太对劲 有想到他们说的是感觉我谈恋爱了 你说在逗我吗 疫情刚刚有所好转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现在上海不是又防疫了吗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哟 我面包上面有很多叶容碎碎的地方 特别特别好吃 就是我老喜欢去抠它 那包还是那种一丝一柳的那种 这就更好抠了 还有一个是拿破仑 这个好像他们家也蛮经典的 这拿破仑也太破了吧 没拿了就破了 这怎么抓呀 它里面的奶油非常的少 而且仅有那么点奶油 还是他们家比较传统的硬奶油 甜甜的 很甜 甜度很高 所以它才只敢放那一层 但竟然有点好吃 像酥皮 吃完吃 它的酥皮绝对不是算做的特别酥的那种 油味 油香味你们知道吗 就是那种让人腻的想吐的油香味 比较好吃的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吃的 全都是这种酥皮子 然后里面的奶油 这部分奶油就 非常少 而且是具体的那种 它是这个酥中带软 软中带皮 皮中带酥 酥中带油 油中带香 我觉得还不错了 下来呢 我要拿去那个对面 给我爸吃 他就算今天不是 他也可以当夜宵 或者是明天的早饭 那我要洗洗睡了 大家拜拜